成龙大哥在娱乐圈闯荡多年 地位深厚 众多女明星都被成龙大哥抱过 甚至宋祖英 张子怡 粉明冰 周迅 张满玉 王祖贤等大盘女星也都没能幸免 成龙大哥对待女明星一向热情 无论见到谁都热情招待 环抱嗜好 也不能说是成龙好社占便宜 也许是成龙大哥 西方礼仪学多了 比我们更热情一些 但是娱乐圈真的有成龙没有碰过的女人吗 其实还真有 她就是林青霞 纵观成龙大哥和林青霞的合影一向是绅士手 稍显亲密的就是两个人肩对肩 很多年前有记者问起成龙 如果你爱上女孩子 你会花时间去追求她吗 成龙不知道是开玩笑 还是故意的回答 不会 要慢慢去追求就没意思了 最好两三天就可以上床 可是成龙对于林青霞却是一见钟情 虽然多次展开追求还是没有得到 1976年3月8日 成龙在台湾拍摄《星期五门》时 由秦祥林介绍 成龙认识了林青霞 他对林青霞是一见钟情 陷入情网的成龙 暗中打听到 林青霞没有男友 于是决定展开追求 两人相识后 成龙约林青霞出来吃饭 林青霞爽快地答应了 但其实林青霞不是一个人去的 他给秦湘林打了一个电话 表示成龙为了答谢秦湘林 介绍他认识了众多台湾朋友 所以想与他再去一次 来了一大群人 使得成龙有点心灰意朗 之后成龙才知道 林青霞暗恋秦湘林 成龙总是不时去的 插在他们两人中间 记者调看他们所拍的照片 发现原本准备给林青霞 和秦湘林还合照的 但是照片出来之后 却赫然发现成龙 竟插在他们两人之间 亲密的将手搭在秦湘林 和林青霞的肩上 之后成龙果然没有娶到林青霞 却娶了二林中的林凤娇 可能出于对林青霞的敬畏与爱护 成龙才会与林青霞合照时 才不敢一丝一毫地跨越分寸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